大家 早安 我正在制作这个视频 因为我在YouTube上四处走动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 初学者应该知道 视频 是帮助初学者 注意事项 它们的鸟 不健康 我将给你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 你在鲈鱼上的鸽子 但它们坐在它们的飞结上 你知道 当它们 像这样坐在龙骨上休息 这是一个标志 那鸽子 有寄生虫 可能是回虫 可能是毛虫 可能是球虫病 可能是溃疡 但这是一个标志 鸽子不健康 如果你看看你的比赛报告 当你的鸽子回家比赛结束时 它们发布了比赛报告 和你向下朝向比赛表的底部 这不是因为你没有训练鸟 你没有给它们浇水 你没有喂它们 因为它们有寄生虫 而你必须做的 总之 是蠕虫它们 囚军和溃疡它们 它们 三件事很正常 鸽子签约的东西 它们还有其他事情可以签约 但这是三巨头 所以各位初学者 注意你的鸟是如何坐在鲈鱼上的 你想看吗 那是鸽子吗 一只腿割住 另一条腿蜷缩起来 你看不到它 那告诉你 鸽子健康强壮 它会单腿睡觉 它可以保持平衡 但是当你的鸟有寄生虫时 你不能那样做 你必须在它的龙骨上休息 它必须抬起双腿休息 它并不强壮 所以要注意这一点 第二件事是 当你处理你的鸟时 你可能想打开它们 如果你看到舌头上有蓝筹码 那通常是那只鸟 它的血液中没有足够的氧气 所以变成紫色 另一件事是 当你 将龙骨上的羽毛分开 它应该是粉红色的 它应该是亮粉色 几乎是红色 但如果是深紫色 它告诉你血液中没有足够的氧气 鸟可能需要休息 我实际上赛哥是紫色的 它们做得很好 但它们没有寄生虫 所以你要照顾它们三件事 并观察你的鸟 看看它们 它确实用它的脚后 跟搁在了它们的龙骨上 它们坐了下来 你的小乏味 而你在比赛中迟到了 这是一个标志 事情不对 你可能还想购买我的书 如果你给你提示 得到你的鸟 比赛 好 它会激励它们 你会明白 为什么你必须照顾这些事情 你的鸽子会做得很好 买我的书 这是19美元 这是值得的 你花那么多钱买一袋饲料 或者更多 你给你的鸟吃药 你做所有这些事情都学到了 是什么让你的鸽子 因我的书而获胜 给它一个大拇指 请订阅 并感谢您的观看 每天月会 请订阅 您的观看 Š